超誇張的 像是一整條魚欸 很脆欸 還會彈回來 對 還會回彈喔 超級漂亮的欸 一起來要去的時候呢 第一個衝出來的感覺 它裡面的肉超級嫩的 我小時候超級愛玩這個 哈囉大家好我是六音音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坤 今天呢我們來到了台北的永康這邊 我們今天呢找了很多的好店喔 例如說我現在身後這個就是 JB Burger 它就是一個漢堡店 其實呢我們以前頻道啊 超少拍漢堡的 但是我發現它這家漢堡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另外呢 我今天好準備很多東西喔 例如說有甜點啊 飲料啊 然後還有一些主食 甚至有些是逛的地方 應有盡有就對了 所以呢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下 然後你們看我後面它寫了 對不起了 姐姐 我可能要把你留在永康街了 啊 糟糕 嗯 You are the cause of my misery I don't want to disappear Scream it in my face 所以妳現在要吃的是黃金鱈魚包 超誇張的 那是一整條魚欸 對 我因為沒想說應該就是一個正方形之類的 沒想到它整隻魚給我放在上面 超強 然後你看的話裡面很特別 它還有加起司啊還有花生 還有這個叫做蘑菇 為什麼會夾這些 就是因為我來這家店的原因 因為它可以客製化你的漢堡 妳不喜歡吃漢堡 是因為它裡面都會有什麼 雙黃瓜啊之類的 洋蔥什麼的 非常麻煩 就是我可能就是要一個一個挑啊 等等的 但是呢它這裡就是可以讓你客製化 其實啊這個鱈魚 黃金鱈魚的話 它裡面不是這些配料的啦 我剛才是一一問店員說 它裡面有什麼什麼什麼 我就說好 那我不要不要 然後我說我要加加加 很難相處欸 所以最後客製化一個我專屬的漢堡 我就直接來吃囉 好 然後呢它的配側還可以選薯條 薯條這蠻好吃的 但是呢它另外一個比較特別 就是薯格格 那薯格格呢也是用馬鈴薯製成的 但是呢那我以為是那種餅乾的薯格格 但居然不是欸 然後呢還有一個最特別就是我的巧克力奶昔 自從我在麥當勞的奶昔停賣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喝過了 所以我超期待這杯的 然後我的這個是經典美式牛肉堡 就是很經典的超大塊的牛肉 跟一些起司跟生菜 它的麵包啊你看 因為它剛才有在那個湖上面煎烤的部分 所以它外面你看脆脆的 然後它裡面啊就是很膨鬆 跟外面那種一般蒸出來的口感不太一樣 就是我還蠻喜歡這種的 對我也喜歡那種美式的感覺 嗯 欸我看到旁邊還有那個行動電源 所以如果你手機沒一定可以來這裡休息 然後借一下這個 超貼心 而且它的那個魚肉味還蠻鮮的 就是很滿意啦 因為通常一般的魚就是一個正方形 沒想到它是已經突出來在兩邊 快魚真的很大 然後你看我這裡面啊還有加那個花生醬 我自己特別喜歡的單品 全部夾在一起就會變成你最專屬的味道 好喔 然後這間店一進來呢 我是覺得它非常的美式 就是很有那種古老電影牛仔的那種感覺 嗯它的花生是有顆粒的 我很喜歡 我的肉呢是Bounce的肉排 你看它裡面都還有肉汁 這咬下去的時候真的會爆掉 然後呢它的起司呢 我是最喜歡那個起司的味道了 那起司的味道就是你一咬下去的時候呢 第一個沖出來的感覺 那個麵包就像剛剛Ryu說的 就是脆脆的感覺 對 然後它的菜我覺得菜的部分很多 然後它吃起來是很清脆 嗯 加上它最下面有一層番茄 對 番茄的話我感覺只是 味道沒有那麼明顯 就是一個顏色的提鮮這樣子 欸感覺漢堡很像多 我已經會加番茄 嗯 因為我剛才的雪魚堡 它也說要加番茄 那番茄加在漢堡裡面才是最對味的 對 它就是裡面是冰 然後有點像是鮮奶油的感覺 但是沒有那麼油 喔好喝 好如果呢你喜歡吃一些客製化的漢堡料理 就像我的這樣子 它來調去的喔 我就給它客製化到極限 下一家呢我們來到了小虎咖啡 欸我剛剛想說它叫小虎咖啡 其實它裡面不只賣咖啡 我以為它是賣咖啡的 我一開始也以為 但它其實有賣咖啡 然後有賣愛玉 對它這個是他們的殘包 他們殘包上面有蓋一個很可愛的圖案 小老虎 小老虎 這小老虎它其實是有一點意義的 這是老闆娘她的兒子 她在大班的時候 自己畫了一個小老虎 然後他們就是把它做成印章的樣子 然後直接蓋在上面 然後呢人家說這樣子是一個set 來這裡必吃的就是殘包 加上它的愛玉 剛好前是虎年 對 很吉利耶 非常的應景啊 我覺得它的檸檬愛玉吃起來就是很鮮甜 然後喝起來也不會太死甜 然後它是熟悉愛玉 就是手工作的這樣子 然後它還有放一片檸檬 然後檸檬剛剛老闆在櫃檯上 他有用那個切絲的機器 把它刨絲刨一點點絲 它其實愛玉有分超多種口味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可以每次來 就換一種口味試試看 然後你看它的牆壁上 全部都是那種羊毛畫等等的 超級漂亮的耶 就很特別它全部都是用毛 然後做成一幅畫 我第一次看到 然後你覺得那個殘包吃起來如何 因為它是現烤的 所以我吃起來 它這裡也是有點脆脆的感覺 因為我本身不喜歡吃那個 類似奶酥的麵包 它這個奶油的量我覺得很剛好 今天比較可惜 我們沒有遇到他們這裡的店狗 我想說要來找狗狗玩的 然後他們這裡有時候會有一隻狗狗 會常常在這裡巡邏啊等等的 大家有機會的話也可以遇到它 其實我一直以為那個愛玉它是一杯的 就像我們外面買手搖的那個檸檬愛玉 就不是它是用玩的 很有感式的感覺 看我們來到了這邊 然後又可以了解到那家店的故事 每家店都有每家店的故事 對我覺得剛才那家愛玉 真的超級好喝的 喝起來就是很溫順 不會讓人覺得就是很痛苦的那種酸 我剛才整個拿起來罐 超讚的 很想外帶一杯的那種 這裡有一個很厲害的書局 聽說裡面是很多古早的東西嗎 對就是很在地啦 因為它已經開了非常久了 三四幾年以上了吧 這是我以前小時候去八卦山才有的耶 八卦山上面會有一區專門是沙畫的地方 對你們看這後面都是那個沙畫粉 我小時候超級愛玩這個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玩的話 很像都要一百塊的樣子 就是很貴 這裡只要二十塊錢耶 好便宜喔 現在都已經不太一樣了 然後我剛才在這裡還有看到櫃檯後面 有那個很多寶可夢的卡牌 寶可夢卡牌是我直直現在最瘋的東西 就是有點時代的眼淚的感覺 以前放學下課都喜歡來書局看一些玩具 你看旁邊都是車車 就是想要說我想要存錢 每天存十塊然後可以存幾天 就可以買得起那個車車 欸你看這個也太好了吧 我想要耶 現在小孩子的玩具怎麼那麼精緻啊 對啊 它這個就是手鍊耶 然後是Elsa的 哇 這真的不錯耶 我覺得你不要再逛了 你越逛會越看出那個時代的差距 我們是有點看不懂現在在流行什麼 我們現在要去吃下一個東西 你看櫃檯那裡還有switch 就是超新的 它這裡就是有新的有舊的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剛看到裡面有一個四驅車 好喜歡喔 我們剛才書局結束之後呢 往前走大概是走兩到三家左右 就會到我們的下一家 這個就是18%雞蛋糕 18%的雞蛋糕已經好囉 你看它這個包裝好可愛喔 它外面還有一個小小的衛生紙的樣子 做成皮帶啦 然後我們今天呢有點了一個原味 然後另一個叫做牛奶卡士達 沒錯原味就交給我了 對原味呢它總共是有五顆 然後我的也是五顆 那怎麼只有四顆 因為我們剛才吃掉了 哈哈哈哈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呢它裡面有黑黑一顆一顆一顆的 原本我以為那個是香草籽 結果它不是 它說是黑芝麻 對它是黑芝麻喔 那你先吃卡士達 因為它趁熱 那我先趁現在跟大家報個價 好 那我們的原味呢是55元 那你那個卡士達是65塊錢 對 不過呢我們現在有搭配這個套餐 再加一杯飲料只要80元耶 這樣很划算耶 下午茶超划算 那我這樣子吃下來 我覺得它就是外皮會幫你烤得 有點稍微脆脆的感覺 然後裡面呢就是還滿水潤的 可是呢我覺得它是比較有嚼勁 所以呢也要搭配飲料 我覺得會就是更好入口啦 其實我剛剛自己吃原味的 我覺得它的那個整個體啊 就是它外觀跟裡面的內餡 很像蛋糕耶 你有覺得嗎 因為它我們平常吃那個 都是有這種空氣感 那這個的話我吃起來 會覺得滿紮實的 你看我這樣子壓 壓不太下去 還會彈回來 對還會彈喔 而且它旁邊這邊啊 它就有一個窗口 可以看到它製作的方法 過程 我看它呢都沒有加到水 那我們之前啊其實拍影片的時候 就有觀眾在下面留言 他說希望我們可以排一些 就是沒有咖啡因的飲料 所以呢來這裡我就看到 哇這裡有國寶茶太好了 就可以推薦給它 然後它這裡啊其實有分很多種的博士 它的博士很像就是有點類似像 那個國寶茶的代稱 嗯 那它這家飲料店啊 剛才店員我在點餐的時候 我特別說 他們的甜度是會比較低的 所以你在這裡點微糖的話 通常是他們這裡的一粉糖 這個想要跟大家特別講一下 他們這裡很環保 他們說如果呢你點熱的飲料啊 你有獲得這個杯套的話 你只要拿這個杯套回來 飲料就可以值得五塊錢 超划算 環保 環保 給一個讚 好啦那我們剛才吃完雞蛋糕了吧 因為我沒有想到它竟然是可以搭配飲料一起喝的 那在飲料店呢也還蠻厲害的很紅 這就是茶進茶 好啦那我們要多來啦 你喝的是什麼 米茶鮮奶茶70塊錢 欸很特別 其實我覺得70塊不貴 因為我們去鹿港買那個米茶一碗大概就要50塊了 就是會把它加熱 不然就是冰著吃 吃到之後會一直咳嗽有沒有 對不然我是直接拿起來吸 雜貨店都會賣一包一塊錢 然後黃色的 它這個加到鮮奶茶裡面 它那個整個米茶變得非常的順口 你吸進去不會感到那個粉粉會卡在喉嚨 它是跟著你的鮮奶茶一起順到喉嚨進去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烏龍茶真的是挺香的 因為我喝進去第一口味道就是米茶 然後第二口味道就是烏龍香 然後再來喝進去就是鮮奶的基底這樣子 它是有層次的 欸所以它喝起來會不會很奶啊 我覺得它的烏龍味比奶還要重一點點 可是它不會像鮮奶茶這麼的強勁的奶 六一點這個呢叫做桂花白木耳清茶 65塊錢木耳也能裝在飲料裡面 大家喝起來又不會覺得太養生 這個感覺就是你下午來一杯 會覺得喔心情會特別好 那我這一款感覺就是吃完什麼大油大魚大肉之類的 就可以喝一下 那它這裡還有很厲害的就是他們這裡的茶類 因為他們的茶類不僅可以讓你沖泡那個熱茶的之外 它會把你的那個茶葉留下來讓你帶回家 你回家可以二次沖泡 會回沖就對了 然後他們這裡很像還有一些芋頭系列的 或是抹茶很像也都還蠻厲害的喔 就是它這裡賣的東西都是外面不常見的啦 大家有機會就可以來喝喝看 就可以試試看 看這個映入眼簾的就是它 它上面就有很多台灣的小吃 它還有用英文標示所以這是給外國人的 對我覺得這個就是很有感我自己看的我都還蠻喜歡的 這裡有我們台灣的這種七毛膽子 如果這個外國人他們擺在家裡我覺得就是可以 會看到這個就想到台灣 然後這裡有一些就是擺飾啊 就覺得很有感覺 第下一樓我覺得比較厲害 因為第下一樓就是真的是很復古的東西 我剛剛看到周杰倫的專輯 周杰倫喔 就是它是最前面最前面的那個JAY的專輯 你看那邊 欸對不對 有欸 很復古的東西 你看 東泉辣椒醬 為什麼台中有爆啊 我知道了 金錢爆 喔 應該有可能喔 不知道你知道這個一塊一塊是什麼嗎 小波塊 對 台中有名的 啊怎麼沒有那個慶祭啊 慶祭是這個嗎 就是 欸對你看有慶祭耶 還有那個大甲媽祖 對 這個厲害 對這個還蠻有感 所以我們的慶祭紅到國外去嗎 對啊 可是上次我們有個朋友來台中 叫我們推薦餐廳給他吃 然後結果他說 蛤可是我想去吃慶祭耶 慶祭也算很好吃 他以為慶祭是一家餐廳 我快笑死了 現在街上正在下雨 然後我們已經提早來這邊躲雨了 但是後面突然再排一排 對啊 不知道他們是要排隊還是躲雨 大家可以瞄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排隊 真的排隊嗎 因為我們在五分鐘就開了 然後現在又越來越多人 現在有點期待 而且天氣比較越冷 對好冷喔 所以等一下喝一點熱湯 應該是還蠻適合的 我覺得這種下雨天啊 就是會讓人家很想要一直吃東西 我們剛才原本想說 我們兩個一起點個一兩碗就OK了 結果我們想說坐下來 這裡的店裡啊 人真的好多好多客人 然後一坐下來就覺得 哇什麼都想要吃 所以我就點了好多樣 我點了兩個主食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是椒麻雞 另外剛才店員朋友在推薦我 他說這是他們新產品 這個很像叫做什麼 順化牛肉麵包喔 這聽說是辣的 因為我剛才也在找那個辣椒 他說你應該吃很辣 所以他就推薦我 他說這個會有點辣辣的感覺 剛才直接吃這一碗 奔月牛肉河粉 應該叫做越南河粉吧 沒有就叫奔月啊 奔月啊 三個牛的那個奔 然後它裡面呢 其實有蠻多牛肉的成分的 就是它有牛肉片 牛腹肉 牛筋 牛丸 牛肚 我覺得它其實就有點類似 像我們的滿安全食 喔對 它這裡都有寫 它介紹得清清楚楚啦 所以你們可以看菜單 就知道你們吃了什麼東西進去了 怎麼很像沒有酸酸的感覺 有沒有辣辣的感覺 就是跟我印象中的越南料理 是不太一樣的味 我們平常吃的都要嘛酸要嘛辣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它這個就是讓我覺得吃進去 就是少了那個味道 會覺得讓我有點嚇到 它其實旁邊還有附一些那個檸檬啊 然後還有辣椒 你們看 就這裡 我剛才已經加了檸檬還有辣椒進去 要多辣 就自己加多辣 對 我剛不小心嚇手太重了 我快辣死 所以呢 就是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口味去添加 我覺得我剛才當時加完辣椒啊 還有那個檸檬之後啊 它就是我印象中的那種味道 所以我覺得這加也其實也還不錯 因為我以前去吃一些越南料理 我可能會覺得喔 那個一入口的味道 也會有點不太習慣 怎麼太酸不然就是太辣 這個就可以讓你自己慢慢添加 你看我就自己加在一個小碗裡面 我想撈多少就撈多少 所以我覺得這一碗呢 真的吃起來還不錯 湯呢其實原本喝原味的話 吃起來是那種 比較清甜的味道 配料啊是非常多種的 我覺得吃一碗真的是會飽到甜靈感 這個超多的碗超級大 你看這是我的手 我這樣蓋起來跟我的手差不多大 膠麻雞呢我覺得它的外皮呢 它還是炸的那種金黃酥脆感覺 而且上面還有加一點點胡椒 我是覺得它很厚 它來的時候我有嚇到 嗯 因為它的那個膠麻雞是整塊的雞腿排 我印象中的膠麻雞都是那種 薄片的那種膠麻雞對不對 它是一個很像超厚超厚的那個雞腿排 那它吃起來就是酸酸辣辣的 非常的開胃 好接下來呢這就是法國麵包的部分 你看它幫我切成六塊 所以大家很適合大家分著一起吃 它已經幫我切好了 所以就是很方便 而且它的外皮很脆 然後裡面是濕濕的那種感覺 濕的喔 嗯 該不會你要說 我端吃這個法國麵包就很好吃了吧 這可以直接當早餐吃了 好我沾一下這個好了 它很像是要配一些牛肉 好酷喔 哇它牛肉也好大塊喔 對啊 我怎麼下手 這有點像咖哩粘包的感覺 有 有一點點 喔很脆 這時候這是它們的新產品 我覺得它就是咖哩味 然後它的辣度就是 欸 沒有一點點喔 唉唷 後進 後進慢慢起來了 真的是要沾著吃會更好吃 我看它單吃 我覺得它本身的 麵包口感就已經還滿厲害的 如果沾完之後 就覺得它的層次整個拉上來 後面真的越來越辣 那我可以接受嗎 你覺得 我覺得你應該可以 而且你會覺得很帥氣 會很想一直吃 而且它裡面的肉超級嫩的耶 稍微夾一下就化掉 好可以喔 很嫩的鳥肉 對 這個感覺比較麻雞更厲害 我覺得這個可以點耶 對 它的辣度真的是越來越起來 哇 很讚 這個我覺得很可以喔 好啦那今天呢 一樣來跟大家快速地做結尾 首先呢第一家我們吃的是JB Burger 我覺得那一家店呢 就是非常客製化的一個漢堡店 嗯 直接被我客製化到極限 所以呢很推薦大家都可以去吃吃看啦 香烏咖啡的部分呢 我覺得那老闆娘她真的超級親切 跟我們聊了很多的故事 對 但是呢重點是 它那家的愛玉世界好喝的 很少看你稱讚愛玉稱讚成這樣耶 對 它就真的是很合我的胃口啦 我們點的是檸檬口味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找看自己喜歡喝什麼口味的 對 然後湯包的話上面有很可愛的小老虎 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家店 那下一家我們去的是永夜文具行 那一家店呢 就是我們兩個找回憶的地方啊 你找回憶啊 我現在是活在那個時候 沒錯啊 最好是啊 我們兩個就是各種看的那種商品啊 看一看就說 欸你這有沒有印象 我們兩個就是覺得 哇 這怎麼竟然還會有 就是有一種很感動的感覺 當然也逛了好久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去的是18%的雞蛋糕 雞蛋糕的話呢 我就覺得它就是很適合 吃雞蛋糕然後配它的飲料 就是午餐的set 它那個下午茶80塊我覺得挺划算的耶 對 重點是它的飲料呢也還蠻好喝的 我們在那裡找到國寶茶系列的飲料 沒有咖啡飲 然後那個雞蛋糕又沒有加油啊什麼的 就是挺健康的 咖啡茶的話呢 它那裡的飲品就是非常多種 就是很特別 在外面有比較少見到的 就是什麼米茶、鮮奶茶 還有加白木耳的那些人 你外面一般的飲料店 根本買不到 重點是如果你喝熱茶的話 你可以帶回家沖那個茶葉啊 回沖的意思 就是二次沖 然後看起來那家店就是還蠻高級的飲料店 奢華風格 沒錯 下一家呢我們去的是來好 來好的話呢就是如果你有那種外國的朋友啊 或是說你自己特別喜歡台灣的小文物的話 那家真的可以讓你逛很久 文創商店 對 就是感覺去那裡就覺得自己賺得很文青耶 最後一家我們來到的就是成績 成績的話呢它的菜單真的超級多 我覺得呢很適合大家一一去攻略它 我覺得這家店呢就是真的還不錯 真的是環境很棒 外面還在下雨 但是我們有個屋簷可以稍微避雨一下 我們在這裡然後透過這個窗戶看外面 就會覺得很有電影的風格 欸 它上面有寫字耶 你要不要念一下 我看不懂 依永康街而變胖 人類因夢想而偉大 欸 我是念法 沒錯 好啦大概就是這樣 今天就是來永康商圈一個逛街的概念 對 然後還有吃很多東西 對 好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們後面再見 掰掰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永康國際商圈現在有在辦活動喔 大家可以去永康國際商圈協會的臉書 粉絲專頁看一下 他們可以收集這個集點卡 然後後面呢去指定店家呢 集滿一百塊就可以換一點 然後還有一個小禮品 那如果集滿五點就可以去上面抽獎 然後大家可以趕快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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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